这个排骨炖了 老婆,你得吃什么? 排骨 排骨 必须吃下河辣的,天天 必须得吃下河辣的 七八斤 放点烟 清清血水 看这么多 兄弟们,先冷水下锅,先焯焯水 洗洗 先炒个糖色 放豆瓣酱 放大料 先把大料糖上 排骨 加水 兄弟们,终于搞好了 刚才我爸做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村上有事,喊他去帮忙去了 在别人家喝了 咱们这个好菜必须配好酒了 国康1935 看着酒线啊 哇,这酒花啊 哇,酒线勉强啊 看着,酒花吃之不散 而且这个你看,降下酒啊 放房 敬你们啊 这个酒啊 这个酒啊,是范英华老师 原茅台酒厂那个酿酒专家啊 酿造高级工程师 曾在这个茅台酒厂的生产一线啊 酿酒啊,这个三十七年 这个排骨炖了 这个排骨炖了啊 一下脱骨 脱骨 脱骨剩一点水毛 兄弟兄弟,别叫了啊 这个排骨 这个排骨啊 能不能备见了 哇,都脱骨了啊 嗯 嗯 相当软辣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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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点米泡 我更喜欢 来 在这里面摆 这个酒啊 产自这个贵州茅台镇 跟这个茅台同源 而且它采用12987大曲昆叉工艺 其后更是需要五年时间的较长 如此就应的好酒 真的已经不多见了 等会给我爸多喝点 这个排骨 底下三个摩 好 好 很好吃 排骨都感觉就米饭更香 骨头不要弄得很干净 底下有三个猫 太爽了 快乐加倍 我妈基本上不怎么吃 我已经成了这个一碗给我爸了 把里面去转吧 脆骨肉煮辣了 太爽了 我来这一口多一点 这个酒啊入口绵柔啊典型的毛细风味 没有想象中五大堆白酒的刺激和辛辣 反而是满满的浓郁酱香里卖在口中 肥味还有点甘甜 又来一个吗 四个猫了 瘦肉都已经很软烂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看,骨头都很软烫 再来一口 可能你们都没听过这个酒 国康1935 喝起来还不错 只是宣传不到位 吃了还不错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看起来三五点 咱们拜拜 老龙飞来了 你看我留一盘给他 怎么样 好吃哦 乖乖 舌不到尺度为辣 入口计划这个